港版水都威尼斯大澳 以前曾經有一種傳統交通工具 叫做橫水道 可以說是水上人文化的活化石 我們一齊回到96年考察一下 用一條大麻繩綁在河的兩岸 然後由船家拉動平底船運人過河 就是大澳特有的交通工具 橫水道 由於大澳沖水道 將大澳分成南北兩邊 居民一直都是依賴這種橫水道來過河 自從大嶼山木魚風大佛 在前年開光之後 吸引了很多本地和外國遊客去參觀 而有不少的遊客 更會順道遊覽一下大澳 乘搭這種這麼特別的橫水道 不過由於這些橫水道 每次只可以在三十多人過河 每逢假日就出現大排長龍等過河的情況 所以拓展處就興建大澳沖行人橋 連接南北大澳 以後要過大澳沖沖 就不用搭橫水道了 拉了橫水道幾十年 兼做了股東的十三婆 她不僅沒有覺得可惜 還很開心 很危險 很滿足 老了 老了 扣子女 不用做了 不過不少大澳居民 就很懷念這種這麼有特色的交通工具 還親橫水道結業前這一天 特意來搭多一次 很親切 我覺得 希望可以都會 偶爾會有這樣的服務 不過十三婆就說沒有這樣的打算 補留 補留也補不了 你沒有用 補到 沒有人搭的 有橋 在拓展處處長和其他官員香辛展賽之後 大澳沖行營橋就正式啟用 取代使用了超過一百年的橫水道 而橫水道也都功成身退 成為大澳的歷史層跡 大澳的橫水道雖然已經光榮結業 但在元朗南生圍的三輩河 仍然保留著這種傳統的渡河工具 下次有機會去到南生圍郊遊就不要錯過了